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讲 翟天玲因学术造假 几乎消失于娱乐圈 事业停滞不前 但他在感情上似乎还挺稳定的 近日有媒体爆出了一段 跟拍翟天玲和辛子磊的视频 发现两人仍然同住爱潮 似乎恐惧已久 画面中 翟天玲戴着口罩打扮休闲 他约着好友一起在火锅店聚餐 两人见面就热情地抱在一起 之后饭桌上翟天玲更是笑容满面 状态不错 聚会大概在晚上十点结束 翟天玲告别好友回到了小区 边打电话边往里走 另一边辛子磊也约了好友一起聚餐 他戴着白色的棒球帽 穿着黑色宽装外套结束后 以助理等人上车回家 先交好友送到佳阳后 才回到了与翟天玲同住的小区 尽管两人是分开回去的 但按照拍摄狗仔所说 翟天玲和辛子磊已经在一起 居住一段时间了 感情稳定 只等宣布好消息 别的不多说 就说稳定 翟天玲和辛子磊被传恋情 已经有两年了 2018年9月 有网友说 闺蜜有与他俩在迪士尼一起玩 被发现后立刻逃离 遮掩的样子很明显 然后12月 两人一起现身机场 心之类全身低头 全副武装 遮倒严实 发现有人跟拍后 他们再次为了避嫌 分开走 连着几次 同框现身 恋情传得沸沸扬扬 就在这时 翟天玲的论文问题 被爆出来了 很多人在想 这两人会不会就此 悄无声息断了 但是2019年3月 却有媒体爆出了 辛子磊 翟天玲 签首约会的照片 两人呢 连脸都没挡一挡 光明正大 外出之后一同返回住所 大家感叹 辛子磊 对翟天玲的不离不弃 两人呢 应该是真爱 之后 时不时就有人发帖问 辛子磊和翟天玲 还在一起吗 好奇他们的情况 安静许久的他们 2019年10月 再次传出了新情况 翟天玲被爆 现身古董局中局的 剧组聚餐现场 这部剧呢 可是有辛子磊参演的 而当天辛子磊呢 确实出现在了聚餐的场所 于是呢 翟天玲探班 绯闻女友这个话题 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众人再次惊讶于 两人感情的稳定 这次时隔一年 两人呢 竟然又被媒体拍到同住 果真的对得起不离不弃这个词儿 其实呢 几年前辛子磊和翟天玲 都被看作营销大户 两人的名字经常登上热搜 而翟天玲出事后 他低调不少就算了 辛子磊呢 也是极少的现身 就职安安静静的拍戏 翟天玲呢 为了付出事水过多次 演话剧上综艺 效果呢 都不怎么好 大家不太愿意接受他 毕竟每年都有学生毕业 谁也忘不了翟天玲 为拉蒂论文 查重律 而做出的贡献 他想重新演戏呢 还是很难的 辛子磊呢 和他一直都没有回应过恋情 也没有否认过关系 传来传去 两年了 不知道有没有官宣的那一天呢 最近演员辛子磊 再次小火了一把 在星天我的女友是机器人的宣传物料中 辛子磊被曝为了拍戏 在便拼命三娘 因为他在片中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机器人 所以他不能流汗 为了拍摄一段几分钟的奔跑戏 他在40多度的猎羊下足足 狂奔了6个多小时 才达到满意的效果 为了让机器人的形象 更加机械逼真 他在大雨中呢 保持了近一分钟不眨眼 在场被乱石压住身体的戏份中 他更是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赢得了整个剧组的点赞 辛子磊的火呢 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议 很多人diss他情商低 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将野心写在脸上 将响红呢挂在嘴边的女演员 在崇尚高情商会说话的娱乐圈 确实呢有些另类 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在娱乐圈 红是一门玄学 能不能红不仅要看你是否努力 还要看家事背景 机缘是否到位 各种因素的相遇 天时地利人和 似乎缺一不可 在娱乐圈打拼 没有一个是不想红的 差别仅仅在于 有的人将欲望写在脸上 而有的人呢将野心深埋在心底 星之磊呢属于前者 和李小鹿杨幂这些拥有强大的 家事背景的女性不同 星之磊呢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在家中排行老大 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 父亲瘫痪 在床之后 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 因此原生态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星之磊 压力要比很多后来成为大王的女性大得多 为了贴补家用呢 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还得独立出去打工挣钱 这无形中也培养了星之磊要强的性格 初入演艺圈 星之磊也不沾优势 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 和演员两个字根本不沾边 但星之磊呢 甚至颜值在线 鹅蛋脸 厚嘴唇 小嘴巴 宽眼皮 单独拿一样出来并不算美 但就像一张拼图 当这些零部件巧妙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种射人心魂的美感 即使是和国际张张子怡放到一块 颜值也不输 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外面兼职做李小姐 转外快食 负责递话筒 被真子丹的经纪人看到 就问了一句 你想做演员吗 那句话呢 深深地打动了星之磊 之后他仍然决然地退学 一头扎进了演艺圈 当了演员 选择进入演艺圈呢 也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演员的报酬比普通人要高太多了 更何况退学之后 还能退回一万多元的学费 第一次书店娱乐圈 星之磊呢 就搭档影帝梁朝伟 拍了一组广告 当时呢 小姑娘就想 这回得红了吧 和梁朝伟这样的大咖还不红 然后呢真没红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他跑剧组不断地地上自己的资料 又不断地失望而归 就像一块被深埋在地底下的金子 一直呢在寻找发光的机会 2011年终于获得了出演古装剧 画皮的机会 搭档灵香素薛凯奇正式出道 之后又接演了 偏偏爱上你 比仙二 鬼爱 还客串出演了郑晓龙指导的都市爱情剧 女人帮 在剧中饰演刚明的铁杆粉丝高欣欣 但几乎呢 都没有惊起一丝水花 多年以来 一直徘徊在女二女三 甚至呢 边角角色的地位 演技也一直被圈内的老戏股门的认可 秀春刀导演 陆阳称赞 星之磊呢 是天赋型的演员 长江图导演杨超说他是有大气场的演员 雷佳音呢 也说他特有爆发力 然而呢 夸赞归夸赞 星之磊呢 依旧没有火 正正让他活起来的 反而呢 是一档综艺类的节目 上演员的诞生时呢 星之磊 已经32岁了 和舒畅搭档出演 惊之欲孽 引起了争议 那场戏呢 两个人都很拼 有多拼呢 有一段打脸的戏 本来可以借助借位的方式完成 但他和舒畅商壤了之后呢 是真打 因此那段打戏看起来尤其的逼真 远远的超过了后来黄胜衣的那段尴尬的表演 情绪的爆发与受控自如 让观众直呼过瘾 宋丹丹在台上看完了之后 给出的评价也很高 简洁有力的三个字 了不起 但最后星之磊呢 那还是以数票之差败给了舒畅 到底谁的演技更胜一筹呢 这成了当时观众热议的对象 有人力挺舒畅 认为舒畅实至名归 也有人呢 认为星之磊叫区 认为他的演技要胜过舒畅 这时候呢 星之磊又表现出了自己彪悍性格的一面 他认为自己并不差 也不觉得舒畅有多好 舒畅呢 自然也不甘示弱 宝石惯有的不争不抢的性格时 表示呢 支持一个公平的竞争 大概意思呢 是评委是公平的 一时间呢 小红的星之泪 引来了一片骂声 面对辱骂 他也愤怒发声 你再骂一句试试 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也不过是一场演技上的口水之争 但后来宋丹丹的一条微博 又将两个人的矛盾 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现场的距离太远 细节看不太清楚 很容易被剧情带跑了 回家观看电视 星之泪演得真好 对不起 宋丹丹的道歉 是真性情的表现 但无形中 无疑加重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即使到了后来 参演的《游艺传》即将播出 也有网友唱反调 说他不会火 但也有人为他的不火 打抱不平 原本一个只要在正经的片子里 哪怕是女儿 也比女主角更有存在感的女演员 不活实在太可惜了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将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